妈妈呀 这个蛋仔竟然没有脑袋 众所周知 蛋仔岛里的每一个蛋仔都有脑袋 不管是可爱的东东阳还是恐怖的僵尸博士 伙伴们 所有的蛋仔都有一个大大的脑袋 它们都有一个脑袋 对对对 如果你的蛋仔都是正常的 那么请点亮这里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伙伴 虽然我们的蛋仔岛上有没有腿的幽灵猫尼莎 对吧 它是没有双腿的蛋仔 Yes 我们蛋仔岛上也有没有手的磁木桶子 可是啊 我从来没在蛋仔岛中见过没有脑袋的蛋 什么 今天我竟然在蛋仔岛发现了一个没有脑袋的蛋 没有脑袋的蛋 伙伴 那个蛋仔竟然没有头 那个蛋仔竟然没有头 小伙伴们 快看一下 今天我在蛋仔岛玩耍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黑蛋 你们看 它虽然抱着GTMA 可是它竟然没有头 这也太恐怖了吧 所以啊 伙伴们 那个游戏中没有头的蛋仔就是小黑蛋 你们知道了吧 小黑只要在游戏中不开心的时候 他的头就会消失 你们知道了吧 小黑就是没有头的蛋